你們找一家 有兩位議員 陳立威議員這邊找一家 張茂蘭議員這邊找一家 錢都是你們在出嘛 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講比較公平嘛 那你說你這家像美荷安一樣啊 都是你們說一設立場給廠商的嘛 你說當初亞興 我在講說通風口的問題 當初亞興巴斯錢的計畫 是在廣石的牌手旁邊那個公園 巴斯是像移動旁邊的一個出風口 再來呢在福德公園一個出風口 那後來這邊開始跟你們要接應的共過 你們才把這個出風口移到這邊來 那當初那個政府是叫你們把它移過來這邊給住這邊嘛 那這邊的話是住的私人土地啊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怎麼寫的嘛 國家保障生命 人民的生命財產 那你們是要剝奪我們 人民的財產 你把通風口移到這邊來 那請問這個通風口是誰 下邊令教育移到這邊來的 這個我還是會找議員 他們來了解這個問題 我說希望啊 如果說那時候你還沒有在這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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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公武的話 你再去找找看 當初巴斯節那時候 第一期的設計 都是兩個出風口 一個是在拍手後面 巴斯是像移動 振千花 再來是福德公園 那邊兩個都是兩個出風口 當然是地下室 當然是出風口一定要的 那你為什麼要把它移過來這邊啊 那還有估價的問題 程序上 你都沒有估價出來 為什麼要開這個公園會呢 捷運公共跟更新更新 更新還不是一樣嗎 那你為什麼要事先跑前面呢 你說叫我們都同意了 簽個名了 欸 祝福都同意了 那你再來設 你再來估價 估價市再來估價 估價公司再來估價 這樣 我們那時候要 要靠 沒辦法 我說希望好好的考慮一下 謝謝 我向您說目的 來 來 我們 我們第一領的齁 這個 連開的祝福齁 我們 這裡有個陷阱 現在同意的話 你條件還沒有講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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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講出來 你再同意的話 那你必須簽個 簽個走 那你怎麼辦 是不是 你簽個走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說 你一定要先講清楚 再來我們可以接 答應的 不是說趕快 趕快 所以趕快的 我是歡迎你們不會受 我從頭到尾 從一百年 十二月七號開始公務 我都贊成的 那我們都有連署 都歡迎來接 連開 但是我們前例 我還是要講 還是我們要分配的話 大家是這樣 圓圓的事內就好了 不要 不要要求太多 我不要占人便宜 我要占人便宜 而不要吃虧 就這樣 最公平的 原則上 大家有沒有同意 可以 所以說 你這個 要說房子拆的在要求平數 就來不及 對 拆掉贏的到時候 你接著怎麼 你誰啊 我希望 那時候 柯市長講 廣池開發的話 他會說 讓我們 連開的可以 坐進去 贊助 所以說 我希望 那個中基督長先蓋好 讓我們帶 才可以 來一起來 進來 那時候 康市長 我們跟 議長面對面講 先開發 先蓋好 連開的話 才可以 有辦法進來住 不然你叫住 到哪裡去住 謝謝 大家知道 我為了大家 不是為個人 不是一個 但構成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 好 謝謝 曾經理長 還有剛剛 林先生 有一個部分 我先說明一下 今天這兩次公曆會 沒有什麼同意不同意的 都不是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規劃 還有路線的那個方式 還有一些法律規定 做個說明而已 今天沒有任何的同意書 完全沒有 然後兩次公曆完 才會有那個 我們的那個 價格會出來 才會用那個價格 來跟各位做協議 那時候才會有 同不同的問題 現階段都完全沒有 先跟各位先 做成一跟說明 始終如意就是這樣 就這樣 不管你走到哪裡 都是一樣的 我們條件都這樣子 好不好 OK OK 到時候反正這部分還是會跟 各位接受結果還是會做個說明 我以為今天可以 11月18號講的話 我以為今天達到我們目的 我們程序面是一定要走 因為這是 依照法律規定一定要走這個程序面 因為這是 依照法律規定一定要走這個程序面 那 那 主持人 我是不是 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